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去塔斯玛尼亚的第二大城市 叫Launceston 然后今天我的那个工作时间又被cancel掉了嘛 所以我们就只能趁就是放假的时候去一个城市之类的 然后正好今天天气也不错就可以给你们录一些 我们现在到目的地了 然后Launceston它是比霍巴特要小的一个城市 反正这个城市的话基本上半天citywalk一下就逛完了 Is there a city? Yeah 发现了一个户外用品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那边的加德曼都 都是新西兰的户外用品店 现在来加德曼都这里看看 两件70块钱 两件T恤是70块钱 好贵 感觉加德曼都这些衣服还挺贵的 这个的话是200多澳币 像这些衣服的话最近在打折99块钱 人民币470左右吧 感觉还是有点小贵 像这种的话 这是防水的 看看它原价多少钱 原价是129块钱 那看这些衣服 它不打折原价的话是300多 是350块钱 人民币1000多 好贵 像这种夏天穿的鞋子是100多块钱 然后这些都是100多 人民币600块钱吧 怎么感觉加德曼都这个牌子那么贵啊 感觉在纽西兰没那么贵啊 纽西兰有的时候还打打折之类的 然后这边的话就羽绒服打折 其他好像没打折 羽绒服的话那种保羽绒是99 然后我现在再来另外一个牌子看看 感觉这个麦克派克好像一个大仓库啊 他们这种背包的话基本上都是300起步 也就是1000多人民币起步 我感觉国内迪卡农的要比这个要划算一点 迪卡农的基本上就六七百最多了 他们的行李箱好像也跟之前的差不多是300多 感觉麦克派克跟那个什么加德曼都那边的价格好像都差不多 然后衣服的话有些T恤打折 其他的话其他好像没有什么打折的东西了 帽子跟什么背包还有一个是帐篷 还有一些睡袋之类的都不打折 已经有圣诞树了 已经有圣诞树了 这个老板太搞笑了 他跟我说那个牛肉是辣的 然后我跟他说这个牛肉不要辣 印度食物来了 这边的中国食物好多呀 这一排全是国内的 略微有点咸 我们现在来到了Walworth 也是澳洲就是最便宜的商场 看看里面的价格看 感觉我们今天哪也没去啊 也没去什么特别的展览馆之类的 反正就在这个附近逛一下 因为今天好像下雨了 上午的话没下雨 然后下午开始下了 澳洲的 Tiwi果真的好贵 14块91000克 天价吧这是 买三个 再买点番茄3块9 也买了 也买了三个 16是4块9一个 它这个皮超级厚的 感觉这个洋葱挺便宜的 4块钱 4块钱1000克 它不是一袋 4块钱 卖铺好的蒜 这样一小包 2块5 10块人民币 草莓 草莓 草莓是4块2 每千克 它不是一袋 然后这个 也是 车离子是6块钱每千克 车离子是12块钱每千克 这里的芝士倒挺便宜 6块钱 然后这个芝士是4块 看一下这里的酸奶是2块7一瓶 这上面也是2块7 买一个 这个好买 这个饼干你们必须得买 这个超级好吃 而且它价格才1块多 可以买两个 这个就直接囤着就行 因为它跟这个种类是差不多的 这个是5块钱 涨价的 WOWOS感觉比COST要便宜 这个饼干在WOWOS卖3块5 在COST得卖4块5 还是WOWOS便宜 总共消费了13块3毛3 然后 这个雨下得也太大了吧 我的天哪 今天下午这个天气绝对不对 那现在就我们上公交车了 外面下大雨 对 好